美国太空总署最新宣告火星直升机创新号完成在火星上的最后任务 坦诚未来将无法再使用 这架飞行器在2021年初登陆火星表面 是人类唯一能在其他星球自主飞行的空中直升机 不过就在上周进行第72次飞行时 一度意外和美国NASA断讯 判定是碳纤维巡异叶片受损无法再进行飞行任务 终结他在火星上近1000天的工作时间